各位早安,今天我們就留在紫宿 現在我們就去拿車了 好了,這輛就是我們租的車 就是一輛Toyota的四人車 不過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裡,沙諾會館 你看它旁邊,出了煙 一看就知道要做什麼 而沙諾會館就是紫宿市最有名的浸沙肉的地方 而下面這個沙灘就是浸沙肉的地方 接著來到沙諾會館浸沙肉 你看到我穿的衣服是魔光珠 所以稍後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其實所謂的插沙就是沙靜 就是穿著浴衣在八十到九十度的沙裏 有助可以舒緩神經痛、腰痛、關節痛、腸胃病 便秘肥、肥胖之類 但這些都不關我的事 我來玩玩而已 好,火鳳王浴火重生 好,火鳳王浴火重生 要動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葉師傅 由於紫宿市的日文名叫Ibusuki 所以做了一隻衣貝 就做了他們的吉祥物 浸沙肉之後 就出發去日本最南的車站 西大山站 而西大山站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可以一次過看到開紋岳 記住不要落路拍照 如果不開車的人士 就可以坐紫宿枕旗線 來到西大山站 既然是一個旅遊景點 自然也有賣手上的地方 這裡賣的多數都是特產 還有帖卡 不過作為一個火車站 它也算特別的 它有毀馬寫的 寫完帖卡之後 就可以走到車站旁邊的遊棟 這個遊棟是真的 是真的有火車經過的 HK 哈哈 給大家看看 這個火車站 真的有火車經過的 去完西大山車站之後 我們就來吃流水麵了 就是後面這間唐船客 我們來的時候 大概是十月中 依然還有很多紅葉可以看到 建議你可以在後門入 前門出 就可以看完兩邊的紅葉 到底你會發現有兩間餐廳 一間是市營 一間是私營 如果選市營的那間 就和我一樣在這裡排隊 先付錢 然後再把食券給二號櫃位 就可以了 這裡還有暖房供應 冬天來也不用怕 不要以為沒煲過的溪水 就一定不能喝 這裡的水是獲獎的 首先拿一杯 然後拿到旁邊針就可以了 你看看水針出來多乾淨 這一份就是我們點的設定 有兩個飯糰 一條燒魚和一份刺身 這裡的流水麵和外面是有些分別的 你先把麵放進去 之後就有它在這裡轉 再把筷子放進去洗 然後撈起麵 再蘸些芥末和爛麵醬 這樣就可以吃了 吃這份刺身的時候 記得小心 有骨 走到正門那邊 有一個很大的漁池 可以給大家打卡 拍照 然後就開車出發去磁田湖 這個湖 相傳有水怪 所以拍車的時候 認住這隻東西 按就可以了 水怪就看不到 不過傻婆就看到一個 來,你看看 就在這裡了 停車場旁邊 除了賣手上的店外 後面還有一個給你看大鰻魚的地方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自己進去參觀一下 離開磁田湖之後 現在我們就去龍宮神社 這個龍宮神社 其實是一個長屁 公園的其中一個部分 立即去看看 相傳蒲島太郎 在這個位置救了那隻海龜 然後那隻海龜為了報恩 就把他帶進去龍宮 這裡就是祭祀龍宮的公主 月姬公主的地方 這個關係圖 就說蒲島太郎 原來和神母神社 沒有天王 都還有少少淵源 這一個就是蒲島太郎 傳說中 他就在這個位置救起海龜 相傳 只要圍著蒲島太郎走三個圈 然後再摸一摸海龜的頭 這樣就可以祭祝了 還有這裡的會馬有些少特別 它不是用木牌 它是用貝殼 至於這個公園 我就建議大家 黃昏才好 因為你看它的日落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至於晚餐 我們今晚就去了這間味彩 MUSASHI 這一間是一間非常地地的餐廳 所以記得 下訂單的時候 千萬千萬要看清楚 那些食物 是不是真的你想吃的東西 才好叫啊 在沒有酒蒸的啤酒來說 阿沙兒也做到像啤酒一樣的 首先呢 就來了前菜 這個是送的 然後還有一份刺身 這份刺身呢 就是廚師飯版的 之後呢 我們就點了一份SHABU SHABU 不過那些豬肉就好像沒有上次那麼大份 記住啊 那些豬肉熟到還有一點粉紅色 這樣就可以吃了 這一份薩摩魚餅呢 就是這間店的拿手菜 一定要叫的 至於這份團角煮呢 它跟外面的餐廳有一點點不同 它不是一個大大塊的豬肉 至於這一份 我到現在都不知道它是什麼 它叫做真味醇菜三鮮 看我打大哥 你先拿我先 我先拿 我先試一下 我試一下這個蛋白 這個蛋白 我懷疑可能是骨髓 骨髓那些 我覺得是腥到媽媽都不認得了 它做得出來 就 不夠了 整個部分 我覺得你不要加那塊番茄 那些 你要試一下圓周圓 喂不好 做人的事不需要那麽原汁原味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原汁要有一點點 好吃嗎 真的不好意思 我以為三鮮是蔬菜來的 結果呢 三鮮真的很鮮 是新鮮的內臟 我現在 剛剛試了一塊白色 類似骨髓的東西 我就吃了 有些粉紅色 類似是 類似是豬腦 我覺得你那個是豬腦 我覺得是豬腦 你對 什麼耳形很帥 其實呢 它沒什麼 其實真的沒什麼 那為什麼你這樣 我純粹是反胃 沒什麼但是反胃 其實它沒有腥味 沒有腥味 但是呢 就 事不宜遲試一下 這個粉紅色 我覺得你覺得我真的放不到 這個類似腸仔的東西 我都還可以 我現在剛好起了肉 就 嘩 我吞了 我覺得有一點點腥 不要緊啦 但是它趁日本吃它 它一定中一次服 那這個是什麼呢 我一定吃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薯仔 殘留了一些豬肉 在筷子那裡 我這個是 什麼卵 那些 卵腸 那類 我覺得跟卵有關 我覺得 我覺得 像是 可能更乾 這個應該 像是比較 正常一點 這個可以的 是腥味 嗯 對 那個豬肉真的不滅 這個其實可以的 但是你把它放下來 不是我點一下它的汁 而已 它可以分兩口你吃 是三口 那我想這個都可以了 這個豬肉真的挺好吃 哈哈哈哈 你跟我吃這個吧 我沒試過這個 你放什麼意思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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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醬汁 是嗎 嗯 哈哈哈哈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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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特別了 stata忍來的 那是含糰 真的含糰 這個 這個 這個OK 兩個汁不嫌 其實 對筷子有黏住了 我決定吃這個 田國人煮 我吃到口腎了 口腎 會不會有些什麼春呢? 你說沒有腥味嗎? 沒有腥味 但我不知道直接吃會不會有腥味 但是連番茄就沒有東西了 像杯胎那些 不會 像骨髓 其實有點像蛋白 OK 但是因為第一下剛入肚的時候 像骨髓 那個反應是比較敏感 好吃豬肉 這個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我真的不能放進口 我可以再吃了 我可以吃了聖母 太不錯 喝一杯酒 喝一口 謝謝你吃 我得大人賞賜 番茄仔一粒 我決定把這個 這個 不知道什麼內臟的東西 混合 這個團角煮的汁 希望沒有那麼噁心 好像還噁心了 你用汁蓋上去 我幫你 我幫你 真的這樣做 謝謝你 你這樣就蓋了 有些豬肉放上去 大家都是豬 都是魚 都是魚 是豬來的 來來來來 OK 給肉看看 一口 嘴巴 這樣吃嗎 我希望現在只能吃到團角煮的味 怎樣 我整天不開嗎 整天不開嗎 整天不開湯 這樣好嗎 因為 知不知道大家怎樣吃藥的 什麼 知不知道大家怎樣吃藥 你覺得是什麼味 團角煮的味 這樣 要不要嘗試原味 其實你竟然試了它 其實我不知為什麼 它擠不開 真的 應該不是那個 是這裡來的 這樣 那真的OK 其實它說明是三鮮 即是可以吃的 即是可以吃的 即是有鮮味 生吞 什麼生吞 是咀嚼 是咀嚼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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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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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好吃 喝一口水 喝一口水 哈哈 哇 喝一口水 呵呵 哈哈哈哈 這樣嗎? 真是... 嘩,能擠不擠出界嗎? 幸好打完大佬之後 就有些東西吃 這個就是蒸豬肉 蘸點醬油吃 不過我覺得醬油醬油比較好吃 最後就是這個炭炒地雞 不過我跟外面的店舖有點不同 就是沒有炒到黑黑黑的 不過味道就跟外面差不多 好啦,那今天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明天就會繼續去櫻島 千萬不要坐過